资深策展人林一仙女士就文创食品向各位同学上了生动精彩的一课 为食品加上一个好故事传达情绪含义甚至是文化 是新时代对食品的新要求 一个好的文创食品不仅仅代表了一种好的创意 同时也体现了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 林一仙女士通过小时光面馆的案例 以及旺旺食品的故宫合作款和少林寺合作款 向同学展示了何为文创食品 并且如何创作出一个好的文创食品 现场还通过有趣的有讲问答环节 调动了同学们对参与文创的积极性 召集人向同学们做完这次活动的说明后 向学校授予了感谢状 同时也向张亚琼刘克海授予了梦想导师聘书 现场的同学与老师也品尝了旺旺集团的新产品 了解到旺旺集团也一直在寻求新的突破 通过采访各个试吃同学 发现同学们对新产品的口味各有自己的想法 也因此迸发出了创作的灵感 现场的同学都觉得旺旺此次新口味的创新十分精彩 面和辣味花生都很好吃 芥末味的牛奶糖也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给这些从小吃旺旺产品的同学们带来了舌尖上的新体验 此次旺旺太阳星双创计划在上海海洋大学的说明会 从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对有创意的年轻人的召集 但更深层次的是对于食品人就业和发展新的指路明灯 通过旺旺集团的帮助和引领不仅让新一代青年人敢于为自己的想法发生 也同样在创业创新中为社会做出推动 鼓励越来越多有想法的青年人加入创业之中 学院简介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其前身为武松水产学校水产制造科 创建于1912年1986年更名为食品科学技术系 1993年成立食品学院 近年来学院承担了国家省部和市集以上重大科研项目三十余项 其中获掌成果四项专利食余项发表论文六百余篇撰写教材及专注食余部 此外学院还积极拓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领域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现已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挪威、爱尔兰、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越南、俄罗斯等国 和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国内外相关大学研究所和企业进行学术交流科技合作与人才培训 同时学院与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食品研究所上海一和农产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富皇潮湖三针食品有限公司等共同构建产学研合作联盟 中时电子报